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破坏别人的家庭 世间人为什么会有爱别离 这是我们过去是自己造不善业 破坏别人的家庭 使别人家庭不能够玩具 于是我们在这一生受到果报 古时候 破坏人家的家庭的事情少 破坏畜生的家庭的事情多 都受这种果报 什么样的因 有什么样的果报 什么样的果报 过去生中一定有因缘 凡是破坏众生的家庭 不能不受报应 我们最常现的 小鸟也有家庭 你去抓这个鸟 抓窝里面的蛋 你破坏人家的家庭 你叫人家家破人亡 来生你得人生 也要有家破人亡的这个报应 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个因果很重很重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邪淫的罪过很重 你贪图的只是片刻之欢 可是你后头要受无量劫的罪报 一定要了解后果的严重 这个事情做不得 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 万恶银未首 银未首 你看看今天的社会 的确实排在第一 今天人不知道那是恶的根本 你看今天人的造作 这真的是古人所讲的造孽 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是造孽 这是恶事 你今天造作恶因恶业 你将来一定敢恶报 杀到淫妄 你只要搞上这个 果报决定在地狱 这是一定要警惕的 佛在经论上常说 财色明实睡 地狱五条根淫欲失色 五欲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色 你淫欲不断 你就不能超越轮回 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这一生当中 要超越六道轮回 那我们一定要把淫欲的念头断掉 否则的活 你念佛的功夫再好 也不能往生 我会第一名 对我来一下 好 我来一下 我来一次 我来一次 就给你看 我来一辈子 我来一辈子 那你不能看 你刚才对的 但 отдел% 都没问 你根本是我 我去决定 你 我去决定 我被决定 我 我去决定 我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